Hello, welcome or welcome back to my class In today's lesson, I'm going to teach you the accurate ways of saying好久不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或回到破英语课堂 在今天课程里,我将教大家如何用准确的英文说好久不见 Firstly, I'm going to teach you a keyword 首先,我将教大家一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就是pigeon 洋静邦语言 pigeon,这个地方有音标的 就代表的是本土的母语 自己的母语和一些外语混杂的一种语言 就叫做洋静邦语言 pigeon, pigeon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he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also spoke Pigeon English 早期的中国移民也说洋静邦英语 好,这个地方的immigrant代表就是移民的意思 比如说下面这幅图 就是那个20世纪初拍的一些在旧金山的 中国移民在看那个新闻 看那个报刊的新闻 他们聚在一起 这样子一种情况 好,这个地方的pigeon是我们的一个关键词 因为我们说的long time no see的话 有些人就会认为它是不是正宗的一句话呢 到底英文里面能不能说long time no see 代表好久不见呢 因为很多人听过long time no see 对不对 好久吗 long time没见 no see 对不对 很多人就会说这个是不是一个pigeon呢 所以说到底是no还是yes 我们能否使用在英文里面呢 OK,好,我们讲一下它的history 好,这个long time no see的话 在1899年的一本书 叫做31 years on the plains and in the mountains 这本书里面有一位北美的印第安人 对一位欧洲人说这样子一句话 说的是good morning, long time no see you 早上好,很久没见到你 只是这个地方再加个you这样子的 OK,是不是听起来很奇怪 这个也是一种阳金帮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本书里面的话 这个印第安就这样子说的 他就用他的那个印第安的那种方言 夹杂着英语啊 就对这个作者这样子说了 因为这个作者的话 他是欧洲人 然后他在那个北美 这样子的在去了解 印第安人的那个生活习惯 风俗等等 好,这第一次出 这不是第一次出现 反正就是一个明显的记录 其实还有更早的一次啊 在1843年的时候啊 在这本书里面 1943年就出现的啊 一个啊 一种情文一个句子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关于Long Time No See 其实很早就有的 很早就有的 然后呢 只是很多人在纠结 到底他是来自于 American Indian Pigeon or Chinese Pigeon English 到底他是来自于美国的 就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的 那个洋进帮英语 还是中国人带拐的 洋进帮英语呢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分歧啊 就很多人认为 他只是中国 其实印第安人很早 也是这样子说的 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 是否他们印第安的语法的 然后在印第安洋 洋进帮英语里面的话啊 里面有收录这种Long Time No See 这种说法的也是有 所以这个到现在为止的话 都是一个比较争论的 一个情况啊 但有些人或有些老师 他会说这就是 中国人带拐的 但其实这个不一定啊 因为有明显的 关于印第安人 说这样子的英语的一个记录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在1901年的时候 在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在牛津英语词典里面 就收录了Long Time No See 这就是Long Time No See的话 正式进入英语的一个 固定搭配的一个范畴啊 英文叫做Set Phrase 就是代表固定搭配的意思 好所以固定搭配的话 它是文化属性的 所以说它没有那种 太多的去纠结语法属性 所以说这个Long Time No See 它虽然是 我们讲的语法来讲是错误的 但是呢 它也是可以用到英文里面的 如果从语法角度讲 还有些英文 它也是错误的 对不对 但现在也是继续在使用的 但我想告诉大家一下 Long Time No See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口语的 非正式的英文 然后你如果想用正式的英文 来说的话 就不要说Long Time No See 比如说是在那个 演讲场合 或者是写一封正式的邮件 就不要用Long Time No See 或者还有种情况 最近几年的话 有些人会认为 Long Time No See 有那种种族主义的 那个含义在里面 就说好像是在说 印第安人或者是华人 英文不太好 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我今天都讲 1901年就已经收录了 这么久了 对不对 然后实际上 现在说Long Time No See 在口语里面的人的话 很难去想到这方面的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是 不想惹太多麻烦 或你觉得对方会有建议的话 你就最好就不要用 Long Time No See OK 你就用后面的 我会教大家的一些表达 OK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例句 比如说Joyce 是一个朋友 是Mia的一个朋友 她这样子说 Long Time No See girl Mia就可以这样子回答 Yes It's been a long time How are you doing 好久不见了 那个闺蜜 是的 确实好久了 你过得好吗 所以这个地方 Yes It's been a long time How are you doing 她是对于Long Time No See 的一个回应 这怎么学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学一下 如果你不想说Long Time No See的话 你还可以用 什么样的英文来表达 好久不见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你可以这样子说 Hi Long Time Hi Long Time 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个 没问题的回答 绝对没问题的回答 这个表达的话 是一个口语里面 用的非常多的 Hi Long Time 或者说 Hey Long Time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Hi Long Time Let me give you a hug 好久不见了 让我抱抱你 这样子的hug 拥抱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直接可以说 Hi Long Time 就不是Long Time No See 但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它可能是对于一些很久不见的一个简单的口语表达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应该算第二个句子 因为我觉得Long Time No See的话是可以说的 虽然是非正式英文 OK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完整句子 比如说你在做演讲 或是在写邮件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说 I haven't seen you for such a long time 很久没见到你 这就是完整的句子 I haven't seen you for such a long time 好 这个句型的话也可以延伸出另外的句型 比如说下面的两个 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好 这一份的for也可以变成in这个界词 可以这样子说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这样子也行 这份的age代表是年代的意思 就是说多少年没见到你了 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 或者你还可以用第二个表达 I haven't seen you in forever in后面又加时间 forever代表永远 这是更夸张的表达 就是说我太久没见到你了 我的意思就指 你可以用in后面 加上不同的时间来表达 很久不见 你或者你甚至还可以说 I haven't seen you in years 很多年没见到你了 其他很多时间都是可以的 都代表好久不见 比如说两个朋友 很多很多年没见面了 对不对 就可以这样子说 I haven't seen you in forever I haven't seen you for such a long time I haven't seen you in a long time 这样子的表达 好 我们继续看 下面一个表达 How long has it been? How long has it been? 好 这个地方的 好 long代表是多久的意思 这是一个问句 它是一个反问的情况 就代表说多久没见到了 就也是代表好久变 好 我们看一下例句 How long has it been? I'm so happy to finally see you 有多久了 好开心 终于见到你了 这样子的 How long has it been? 大家学会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 这是用问句方式代表 好久不见的一个表达 但这个地方的h 可以被吞读 就直接可以读成 How long has it been? How long has it been? 这地方的s和i可以连读 How long has it been? 这样子的 这个has就读成s as as 这样子一个读音 OK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第五个 第五个的话是 一个how long time no see 变管的就是 long time no hear 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这个都表达 比如说你跟朋友 通音频电话的时候 或者是在邮件里面 都可以说 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好 这样子的 long time no hear long time no hear 好 我们看一下例句 Hi Lucy long time no hear I hope you've been well Hi Lucy 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我希望你过得好 这样子的 但你如果介意 你觉得有那个 可能会惹麻烦的话 或是所谓的 种族歧视的话 你可以不用这个 但是在我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个表达的话 包括long time no see的话 在非正式语音里面的话 不会有人真的是会认为 是有什么 种族歧视之类的 所以说第五句 long time no hear 大家学会吗 这是由long time no see 引申出来的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 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表达 它念着Hello there 好 这份的Hello 要念得长一点 夸张一点 意思就只是 哇 好久没见到你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Lily对Lucy说 Hi there 或是Hello there 然后Lucy回答 Hi 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这地方的 Hello there 记住要念长点 如果不念长点 或者是Hi or是Hello there 其实就代表一种普通打仗 就代表是你好 的意思 如果你是Hello there 这样子念长点 或把Hi再念长点的话 就可以代表是好久不见的意思了 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表达 正式场合 不要这样子用 好吗 OK 我们继续看 今天的还有一个 这个表达 我们来念一下 比较正式的 It's been quite a while It's been quite a while 就说好一阵 没见到你了 现在完成时 Quite a while 代表是一阵的意思 但这里放了 Quite a while 你可以换成 So long 或是too long 都行 就是Quite a while 可以换其他的 我们看一下我的例句 It's been too long since we met last year How have you been 自从去年见面后 又过了很久了 你最近如何 你最近如何 How have you been 对不对 这样子一个表达 然后我这地方 把Quite a while 换成了too long 大家看清楚没有 这样子是可以互换的 但这个句型是不变的 同时后面可以加since 加一个过去式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样子一种情况 所以这个地方的表达 It's been quite a while 可以作为见面的时候 直接说好久不见 也是一个对于别人 说好久不见的一个回应 所以第七个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回应 就是关于对方说 比如说对方说 Long time no see 你怎么回应呢 就可以说 It's been quite a while 是的 好久不见 Yes It's been quite a while 这样子回应 大家学好了吗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讲的七个表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看YouTube频道 可以点赞收藏转发 或留言 当然你不是看YouTube频道 也可以这样子做 只是关于YouTube频道的话 下面有一个点击订阅按钮 你可以点开它 然后点击右边小铃铛 点击全部 就能及时收到我最新的视频通知 因为就很坚持学乐 然后也欢迎大家 看我的Bilibili这个频道 如果你看不到YouTube的话 可以看这个频道 然后上面有网址的Bilibili.com 搜生活英文教学 就能找到我了 或者加我微信 塞我微信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